弟弟 吃飯囉 弟弟 吃飯囉 別這樣 要有喜好 怎麼又在這裡亂丟垃圾呢 怎麼不聽耶 媽咪 那是我的美拉作業 誰叫你亂丟啊 我放桌上都不是放地上 奇怪 兒子 不是 你自己把東西做得像垃圾一樣 你不能怪我 弟弟 把要寫衣服拿過來 動作快慢吞吞 慢吞吞的 深色跟淺色要分開洗 同時洗就是效率 晚餐叫你老爸煮 母后請翻牌子 今天肯就去吸地擺吧 是 孩兒馬上就去吸 做家事是依照身分地位 來做決定的 弟弟 過來看媽媽以前 你看 媽媽當初真的好多人追 如果沒有嫁給你爸 我現在睡不定 是個貴婦耶 你們問我家具怎麼選 我說選時尚的 機身的高度讓我不用彎腰 就可以美麗依舊 上下組合省空間 剩下的空間當然就是用來提升格調 好 放我畫的油畫 媽媽 我姑姑這樣要變變了 當然 我當然是敢誕架 我誰 你 我跟你說 你不能跟別人講 其實我是阿豬阿公的 還有三八耶 有沒有變漂亮了 不過大家都這麼說 這汗抽味也太重了吧 只有這幾件怎麼洗 還好會買 還可以碰到下面的洗衣機 誰像我一樣會省水呢 一邊追洗衣機 一邊追劇 還有我受不到的事嗎 寶貝 你看媽媽買了一支衣服 我適合你 媽媽不喜歡空了 我吵死 我為這個家 付出了這麼多 你是不是不會發麻 媽咪 你不要哭 我知道錯了啦 乖 那趕快去穿一個冒冒單 去 好 好像在搭桃了 然後 這樣才上個加碼 嚓死了 你以為現在是幾遍 你以為在那裡講 都變醉了 講幾遍 講幾遍 大人跟小孩的衣服分開洗啊 小孩子容易過敏 要用這個蒸氣洗殺菌嘛 就我一個人在意是不是 我不做就沒人要做了 是我一個人家嗎 你有錢會責備 你怎麼養小孩 怎麼養我的帥子 媽咪 人家經驗才五歲